是 你看 新鸟老征服了 一款的手都要做 新鸟老征服了 新鸟老征服的手都要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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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在车间上班发生地震 楼层一晃一晃的 这些上班的人员都到马路边上来了 地震 这是第一次亲历 地震地震 现在福州 福州这边早上八点地震 两个东西 对比 这不是眼里眼中真实的 四月三号早上八点地震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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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生死远着 生死远着 这个 许 re 사람들也没有的 来的 转冬冬去了 转冬冬去了 来的 这个是送了那个回来,没啥车,新车的嘛 这个没啥车的了 那个车没啥车了 这个走不到了 这个车没啥车,这个车没啥车 这个车没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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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会西安街头近日出现要求习近平向全人类谢罪的标语 据社交媒体X平台热传贴文显示 4月2日晚,西安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 在骑车后座上的编织袋外面用绳子固定着一个透明塑料袋 袋中装着一张白纸黑字标语 上写习近平向全人类谢罪 标语下方,在自行车的车后轮两侧分别挂着一个脏旧的黑色皮革包带 疫情在中国延烧 多地民众反应 咳嗽声此起彼伏 很多人没有发高烧 低烧直接就是肺炎 此外,出现不少白费和猝死病例 但未见官方通报 最近有家长发帖说 为什么现在生病动不动就是肺炎 发现咳嗽就带来医院 医生看要回家 药也再吃 发烧也是反复 第二天片子出来就是肺炎了 富途是他几个月大的宝宝插着氧气鼻管 还有网友自费1600元检测 确诊新冠肺炎 甘肃五位市民张先生 我这边周围我知道的一个小孩 七岁一年级 就是肺炎 发低烧38度气这样 我还有一个同事30多岁 这两天也是发低烧 感冒请假 今天就拍片子去了 化名为孙岩的辽宁安山市民 是一名教师 他表示 前段时间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得了 包括他本人在内 怀疑是新冠疫苗导致 现在到处都能听见咳嗽声 辽宁安山市民孙岩 化名 正常不是说高烧才烧成肺炎 我是兜不到30剂 36度多 就低烧 就一下就成肺炎了 他们让我住院 我没住院 打得消炎针 一个班学生不得的少 全得 学校都停课 有的小孩都白费了 网友也发帖讨论 自己确诊白费的情况 该怎么办 多地民众表示 过年前是小孩染疫的多 过年后是大人染疫的多 不少人猝死 还有老人得白费病 命在旦夕 山东青岛市民刘先生 也为换新冠去世的三 四个吧 都是我熟悉的 八十多七十多的 不到七十的 还一个我亲戚七十多了 白费主院了 过年都没回家 年前的时候 连目的都给他买好了 哈尔滨市民王身 化名 重感冒的多 肺病多 就是肺炎 白费多了 不好治 抵抗力要强的能活过来 有点老臣疾病 基础病 都都死了 医院主要这个费用高 他有很多很多东西 都不给报销 打疫苗的 上访的 维权的可很多了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 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身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六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G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膜的产生 力量